訊息就是討神喜悅 很多人想到討神喜悅就會有一種壓力感 我今天想告訴大家 是沒有壓力感之下討神的喜悅 首先我們有兩個觀念分清楚 一個觀念就是神愛世人 就是個個都愛的 但另一個觀念就是神喜悅某些人 如何調和這件事 這個聖經也有說到 神喜悅我們去愛祂、親近祂 譬如大衛稱為神喜悅的王 他不是個個王都是神喜悅的 到底這件事如何調和呢 左邊紅色的部分 就是講到神的恩典 我們一起讀一下 神無條件愛每個人 神想人人得救 神想祝福所有人 這就是恩典的方面 這就是神的愛 這就是神的愛 就是祂的恩典 然後右邊就是講到 我們如何討神的喜悅 我們一起讀一下 人先信靠神的愛和 救恩、財能、討神的喜悅 我們信靠、親近和遵從神 神的喜悅 即使我們做得不好事 我們灰改神也喜悅 這就是三件事 首先我們想神的喜悅 必定是有耶穌基督的救恩 和射取 祂的愛 這時候呢 我們才能夠開始討神的喜悅 因為如果沒有處理到罪的問題 這個人的生命中的罪 是不能夠因為這個罪 不能夠見到神的 不能夠跟神有親密的關係 這樣的時候呢 他就不能夠得到神的喜悅 但如果我們在神的愛中 又求耶穌赦免呢 我們就已經是神喜悅的人來的 但是聖經也講到一個進一道的喜悅 就是說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行為 神所喜悅的 下面講到三件事很簡單 三件事一起講的是什麼 信靠、親近、遵從 這個我時時都會重複講 信靠、親近、遵從 這個講到我們跟神的關係 三件事 信靠就是什麼呢 我信一個神是最好的 神是祝福我們 神是愛我們的 神是陪伴我們的 這個是信靠 信靠神呢 其實那些煩惱就會走了 為什麼呢 耶穌在愛我的 我真心跟從祂 祂一定會寬理我的 那我的心就會輕省 但是很多人就說 我做得不夠好 做得不夠好 你立刻信靠耶穌是卸罪的 我求耶穌卸滅 祂就一定會卸滅我們 所以信靠 親近呢 就是說 看聖經 思想聖經 以及去 去討告 去親近神 那時候呢 神就很喜悅的 然後遵從神 遵從神 遵從所有的界明 以及去侍奉神 神一定會喜悅的 因為聖經說到 為什麼我一定會喜悅呢 一杯涼水都喜悅 你有沒有能力 將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喝 有沒有這個能力 有沒有做過 有啊 幫助一些人的小事 難不難呢 是不難的 所以其實 神呢 就特意給我們 告訴我們 很少的事 耶穌說到 棉有山人 給予的時候 是說到一些很少的事 就是說呢 你要探祂 你去關心祂 祂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你給祂吃 那麼神都喜悅 所以呢 我們就在神面前 就沒有壓力了 我知道神是時 因為耶穌而 愛我而喜悅 神是無條件 愛愛我們每一個 而因為耶穌 神喜悅 我們這是第一種的喜悅 就是 救恩 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 祂就歡喜我們 我們是神的兒女 那種喜悅 第二種喜悅呢 就是當我們信靠親近 遵從祂的時候呢 祂一定喜悅 就算是小小的事 那時候呢 你就沒有那種壓力 但是很多人就說 我愛神不夠啊 我祈禱不夠啊 那就變了壓力了 其實 聖經 我會用這種方法 鼓勵我們 聖經只是說 你做得什麼 神都會歡喜 聖經是用正面來鼓勵我們 聖經什麼時候會用一些 指責性的說話 去提醒人呢 就是當人不聽話的時候 當人聽話的時候呢 神呢 是告訴我們 神如何 我們靠著 家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我們所做的 神都喜悅的 神是用正面的方法 鼓勵我們 而第三一點呢 是一個很重要一點 很多時候 人會忽略的 就是說 我們做得不夠好 我們悔改 神都喜悅 你悔改 天上要為你歡喜 不是只是說到你順住的時候 是說到我們平日日常生活 一悔改 神就歡喜 還有當你做得不好 你立刻做回 悔改之後 然後呢 你說沒有祈禱 立刻祈禱 神就歡喜 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容易很多 就不會覺得死 哇 要那麼高 我祈禱平均時間 沒有那麼長 這樣的時候呢 就很大壓力 但你就說 我現在祈禱 神就歡喜 這樣就沒有壓力了 就是說 就是說 任何我們做得到的 神都喜悅的 好了 接著呢 第二點呢 就是神喜悅 神祝福祂喜悅的人 就是人 得到神的喜悅的時候 神是祝福他的 還有聖經也說到 神將惡人擁有的 都轉給而人 比如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 神就叫他們 你和你的鄰舍 拿金拿銀 你和你的鄰舍 拿金拿銀 他會不會給你呢 並且他們要出援 但是那些人呢 神就感動他們 他們就把金拿銀 送給以色列人 其實這個很奇妙 因為他們在做奴隸 他們沒有什麼錢的 他為什麼有這麼多金拿 去起到這個匯幕呢 就是因為神感動很多的 埃及人 就把很多金拿銀 送給他們 這個就是神會感動人 惡人 擁有的都可以轉給而人 當然不是全部 但是你需要的 神就可以將它轉給你的 這也是講到神的喜悅 那些 就是那些 跟從他的人 《針言十六章七節》 有經文一起讀 人所行的 若夢也懷喜悅 也懈悅 也懈悅 仇敵與他和好 就是說 神就特別用一種 是比較難的東西 就是仇敵很難會完全搖樹 我們看到我們一歡喜 是很難的 但是當你得到神的喜悅的時候 神就將你的敵人 本來跟你不和好 神都會將他回心主意 不過聖經裡面也有講到另一個真理 耶穌有講到 祂說我來到不是叫天下太平的 是要叫地下動刀兵的 在一家人裡面都會有爭戰 這個原因是什麼 就是迫伯 就是說 不信的人會迫伯我們 所以也有爭戰 不過神 選擇做祂工作的時候 祂可以令到一些人不喜歡你 祂可以將祂轉換 我們就做好我們的本分 我們不用介意 有人因為我們信耶穌而迫伯我們 我們不用介意 其實很多人一信耶穌 馬上發現有迫伯的 我一信耶穌也發現馬上有迫伯 但是呢 因為我堅持耶穌是好的 我就不怕這個迫伯 而神呢 真的將很多人 本來對我不好 神都將他改變 神祝福二人 也將罪人所有的歸給二人 在傳道書二章二六節 神喜悦誰 就給誰智慧知識和喜樂 唯有罪人 神使他勞苦 叫他將所收罪的 所堆積的 歸給神 所喜悦的人 那麼這裡呢 就說神喜歡誰呢 就給什麼呢 智慧知識喜樂 給他聰明智慧 還有叫他做人開心 但是罪人呢 怎麼樣呢 神就給那些勞苦辛苦給他 這個勞苦不一定是身體的勞苦 而是心靈裡面的重擔 不開心 也都可以是身體的勞苦的 並且他將他收罪的 堆積的 都歸給神所喜悦的人 就是神可以這樣做法 那這個 就是說 神是祝福喜悦他的人 所以你是神喜悦的人 是最好的 有時候有些人呢 他就會覺得 我只是想信耶穌上天堂 他只是用人的觀點想 但如果他用你的觀點想 我做什麼神都歡喜呢 他就會輕鬆很多 我做什麼 凡是神歡喜的 神都一定喜悦的 這樣就會沒什麼壓力 就不會有種擔心的感覺 這個圖畫就是 前律書二章二十六節 其實很遠記得是二十六節 二十六節可能 怎麼記得呢 二十六節 神叫罪人即罪的 都可以歸給二人 神喜悦的 神就可以懲罰的 神喜悦的時候 因為神是長官一切 沒有人能夠走得了 他是守的 薩摩爾記下十一章二十七節 愛康的日子過 大衛警察將他 這個就是佛士巴 接到宮裡 他就撞了大衛的妻 給大衛生了一個兒子 但大衛所行的這事 耶穌說 神不起悦 十二章十節 你既藐視我 取了黑人烏利亞的妻為妻 所以都見見不 離開你的家 這是說到大衛當他犯奸任和殺人的罪 其實是很大的罪 神就很不起悦 雖然其實很矛盾 大衛是神所起悦的王 但他就做了一件神不起悦的事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的 但為什麼大衛所做的事這麼大 犯這個罪這麼大 但他仍然有神的喜悦呢 因為他始終是依靠親近神的心 他跟神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在他的詩篇裏面 講到他對神的起源、學無 他犯這個罪之後 在詩篇五十一篇 講到他那種真心悔改 他講到唯獨得罪了神 還有他說 憂傷痛苦的心 神必不輕悍 即是他在神面前 他真的很憂傷為了他的罪 但他依然他犯了這個罪 神不起悦的時候 會追討他這個罪 神赦免他 但會追討他的罪 就是你既然藐視我 取黑人烏利亞的妻為妻 即是你殺了別人 殺了別人 還取了他的妻子為妻子 所以刀劍必不離開你的家 一直都有刀劍 所以如果神不起悦 其實是很嚴重的 所以我們永遠都說 我們不要做一些神不起悦的事 但有時候有些人說 我喜歡那一陣子的開心 譬如上網 很多人上網看色情的東西 喜歡那一陣子的開心 或者看一些愛情的小說 有些人 或者看一些片集 就覺得有一種一時的興奮開心 但這一時的興奮開心 並不會令到人 一直長久得福 但如果你走神的路 你整個生命得福的時候 你見到神做任何工作 很多時候有不同的人有困難 神做了一些工作幫助他 但他依然有困難 仍然有很多困難 那他就看著那個困難 本來有很多困難 現在困難小了 開始有祝福了 他仍然看著那個困難 那時候就會得不到神的幫助 但如果神的幫助一路給我 我就感謝神 那這個恩怜就越大 那時候我們眼目看神起悦的地方 就會容易了 如果我們看神不起悦的東西 我們就會很害怕 所以有神不起悦的東西 我們真是悔改 我求耶穌赦免 你有沒有爭恨這個罪 有些人說 為何有這個動力去離開這些罪呢 就是深信 沒有人走得掉神的眼光 神一定看到的 而我們做神的歡喜 他一定會起源 的那麼多 他不喜歡的 都是不好的 有些人就說 的那麼多罪很難搞的 怎麼辦呢 就是留下的那麼多罪 你就說 這個罪是神不喜歡的 我就爭恨這個罪 一有這個罪 立刻處理 心不喜歡人 就說 如果我不喜歡他 我自己就很大損失 我很大損失 那我為什麼要很大損失呢 是他不好的 我就定義不給他影響 我定義祝福他 我們心有時煩惱 看著那些問題 還有很多問題 但我們看到神做好的事 我們就記實神的好的事 那我心就會由埋怨 轉為感恩和平安喜樂 那人就會改變 之後 其實我們眼睛看什麼呢 看神的恩典 跟從神的美好 那人就輕鬆了 而第三點就是 神掌管一切 討神起源必蒙福 即是一定蒙福 這樣的時候 神掌管一切 萬物在他的手中 沒有一樣東西走得走的 這樣的時候 你就說 我做了神一定起源 所以我就很歡喜了 詩篇二十四篇一節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都屬耶和華 其實這個世界一切都屬耶和華 神要使用你的仇 神可以給任何你需要的人 去幫你 去提升你 那你就憑信心地觸實了 神啊你既然說了 當日走你的路 你就會賜給我 我就會真心信靠你 我知道我有願意 我做得不夠好神了 你就是這樣跟神說 神啊你知我預約的 你知我做得不夠好 不過我想抱你的喜悅 我就是想做你歡喜的事 你幫我 我仍然有些做得不好 求耶穌幫我 卸免我 然後跟著我願意改變 有這個心 神一定起源 還有我們在日常生活 和神有這些交流 很多時候我有這樣的交流 心裡面就是 神啊你真是好 有個心湧出來的 不只是口說的 神啊你創造慢就真是好 神啊你保身我真是好 我前幾天 現在還按一按 真的有點痛 有一道 有道的玻璃門 我以前沒有拉過的 不是我家的 誰知道 其實我手不是放在一個縫上 總之那個位置接近它 誰知道我不知道 那個玻璃門一燙 就會撞到手指 當時都挺痛的 不是很痛很痛 不過我自己想 如果再大力一點 都可以很嚴重 有時候我們日常生活 都可以有這些小事 但是可以變得很嚴重 我就馬上多謝神 多謝神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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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任何好的事 我一直走路都是 多謝耶穌 我要享受神 享受大自然 享受那些新鮮的空氣 享受涼風 就是什麼時候都是這樣 多謝主 我願意做任何事情你喜歡的 心就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整個人就會 跟神呢 即神就會歡喜 有一個感恩的心 神就會歡喜 有些小事 譬如說 你們有些祈禱 好了些的 感謝神 現在好了些了 心裡面就多謝耶穌 阿里律人神就很歡喜 這個交流的禱告 互動的祈禱 就是每一次你祈禱的時候 你就深信 神是歡喜我這樣祈禱的 於是馬上心裡面就平安輕散了 啟示錄2章23節 我是那刺漢人 廢虎心腸的 並要照你們的行為 報應你們各人 他會照我們所做的 報應我們 所以任何事情 做到他身上 神都喜悅 而做得不夠好 立刻求祈禱 那當然 如果這件事 我們是故意犯罪的 是有一個後果 但是 如果你深信 神是掌權 沒有一件事 脫離他的手 而我們的生命很寶貴 每一個都是很寶貴的 你跟隔壁說你的生命很寶貴 你的生命很寶貴 你走完神的路 你走完神的路 你一定夢福的 神一定看到的 當你經常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說 神啊我不想任何事情 破壞我的生命 這樣的時候 神看到 祂就一定會著 賞賜我們的 那可以 現在我寫一些不同的範圍 壽命 叫我們能夠 那有些人說 我都不是很想長壽 但是如果你真的夢福 長壽是福氣 並且長壽的壽命 生存是健康的 並且你能夠 喜樂享壽生命 都是恩典來的 都是你能夠 享壽生命 開心做人 那你說 啊 好難啊 我以往的習慣不是開心的 我以往的習慣是低層的 那你現在見到的那些改善 我今天祈禱又開心些少 你馬上說 感謝神 我進步了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鑰匙 看神的恩典 數算神的恩典 不好的東西 就說 有改善 即是說 逐步逐步改善 就是我所講過的 就是說 1%進步 我就感謝神 因為1%進步一天 100天就100%了 就算你是0.1% 你1000天 你都進步100%了 那你的心就說 我總之有進步 其實每天進步 可以超過1% 可以更大進步 神啊 你幫我 那你就可以享受生命了 而且神可以給我們健康 當你有健康的時候 你就珍惜了 因為呢 你健康的時候 比你有病的時候更容易 好起來 當你健康的時候 你輕鬆 感謝神 每天都輕鬆 又做一些適合的運動 一些很簡單的運動 你做的時候 你的身體舒暢 一邊做運動 一邊感謝神 阿里路呀 耶穌的人又輕鬆 那時候呢 血液又流暢 心情又變得開心 人更加健康 身體更加有精力 然後呢 我們的祭遇 是我們無法控制得到的 但是神會叫我們遇到一些 對我們最好的祭遇 因為神已經在天上寫了 每一個人的生命 神都會為你預備最好的 可以遇到最好的 當你聽祂的話 你就入到這個計劃了 還有有恩賜和發揮 神給你恩賜發揮 祝福人是最好的 師比壽更為有福 你越祝福人 你的生命越提升 然後神也可以 經濟上幫助我們 所有需要的一切 因為神掌管一切 所以我周圍見到萬物 我都會想 神啊 我需要的時候 你就會賜給我 我需要的時候 你就會將這些需要的給我 需要的時候 神就會被人 和我們一起合作 需要的時候 神就會給我們機會 需要的時候 神就會為我們擴展 使我們的道路 開闊 更大的道路 好了 接著說到 不得到喜悅 哪些人不得到喜悅呢 本來應該是 左手邊的 一起說 本應信靠神愛悔改 本應親近神和愛神 本應遵從神和事奉 這些我們應該做的 得神喜悅 但是 那個人是怎樣呢 本來應該信靠神悔改 他就懷疑神 哎呀 神是不是又不幫我呢 今次又不幫我了 今次又不是我開出路了 又不肯悔改 離開罪了 即是當我們有罪的時候 又不肯悔改 又懷疑神 好了 應該親近神呢 就不去親近神 又不愛神 又去埋怨神 不喜歡親近祂了 應該遵從的仇 又不遵從 又不侍奉神 其實我們可以的仇 跟我們做 少許開始 就算我們中間有些人 需要釋放醫治的 那你就說 我今天開始更多感謝神 立刻說 神就歡喜我 跟我一起說 我今天更多感謝神 我今天更多感謝神 神就更歡喜我 神就更喜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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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有為主做的 我所有為主做的 都不是白費的 都不是白費的 其實是 一念之差而已 一個意念 我跟了神 就完全無福 現在很多人的觀念 就是 他說 他說 我只信耶穌得救 然後我其他 做基本就算 其實這個方法是蠢的 因為聖經講到 他說 如果我們 負耶穌的騙 學耶穌的樣式 我們心裡 就必得享安息 你越行神的路 負耶穌的騙 做耶穌吩咐你所做的 還有 學耶穌的生命 這樣你就必 你的心裡 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耶穌的騙是容易 他的淡是輕鬆的 當你跟從他 整個人就輕鬆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說 神啊 我跟上你的路 一定輕鬆的 你一定祝福的 一定賞事的 就不要走這個路了 不要走這個 神不喜悅的道路 而且呢 你做神不喜悅的事 是不能逃脫 不能走雞 那些雞是不會走雞的 為什麼呢 然後他晚上要睡覺 他是不是都要回家睡覺的 我們有時旅行 看到羊離開家很遠 不過他總是會回家的 雖然他又不知道 有一天他會被人剖了 但是呢 就是 雞和養的寵物 他都走不掉 何況是 我們在全能神的手中 根本沒有人會走掉 所以你說 如果我得神的喜悅 我不用走掉 我就在神的愛中 我就享受神 其實呢 兩種的心態 好像大衛 他時時都說到 我在神的手中是最好的 神一定是有聯盟的 但有些人呢 想到神是懼怕的 就是因為他看負面那方面 好了 怎樣討神喜悅呢 其實三樣東西就是什麼 一起說 信靠 親近 尊重 現在呢 我就列出一些經文 是講到 土神喜悅的 第一就是 信神 和信神的賞智 希伯來書十一章六節 人非有信 就不來得神的喜悅 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 必須信有神 且信他賞智 尋求他的人 這個講到 信有神 其實信有神 不是 信是 沒有原因的信 因為聖經是講到 神所做的萬物 雖然是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做之伯 都能夠曉得 叫人無可推諉 神的永能 和神聖 是藉著萬物 可以看得到的 當語言應驗的時候 我們知道 是耶和華所寫的語言 所以信神呢 是因為我們看不到神 但因為根據聖經所講的 和這個大自然 看到神的工作 我們就相信 是真的有神 但這個相信 其實不是純然是相信的 是有一部分 曾經有人問我 你是不是信有神 我說 我知道有神 他覺得很驚訝 因為知道有神 我怎麼知道呢 因為我們 從聖經知道有神 創造萬物 和我們經歷到神 和我們時時看得到 這個世界雖然有邪靈 但我們奉耶和神 不能說邪靈 就證明這個世界是有靈界 科學家他們研究 發覺人死了 靈魂是會出來的 看到周圍的東西 他們就大規模地研究 因為以往有很多科學家 就是有遺物論 就覺得這個世界只有物質 但當有些死了的人 救了 他們就開始說 我看到什麼 你要誰進來救我 誰做什麼 這些科學家就大規模地研究 研究的時候 發覺真的 那些人能夠說出 死了之後發生的事 證明人真的有靈魂 這個呢 其實現在來說 已經不是信 是知道 因為他們大規模研究 發覺他們能夠說出 給了一些人 是他們特意去研究 因為有些人知道 他們會死的 大家有機會可以看 英國廣播公司 BBC 他們有一些電影 你上去Youtube也找到的 是說到 他們用英文的 就說到 Life after death 你可以找到那些 或者Near death experience 其實他們說 Near death 其實那些人真的死了 他都說他死了 但他能夠說出 死了之後的事 我們信真的有神 知道有神 並且一件很重要 就是 賞賜他尋求他的人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信靠親近 遵從他 你尋求他 你追求他的時候 他會賞賜你 他會祝福你 其實基本上就是 他賞賜什麼呢 賞賜永生 賞賜各樣的祝福 就是你跟從神 一定蒙福 這個就是信有神 並且信靠跟從他 一定蒙福 所以這樣的時候 我們沒有理由 我僅僅得救 而是我走一個 完全神所棄業的道路 這裏呢 不如我逐個問你 這裏信神 屬於哪一個範圍呢 信神和信神賞賜 是信靠親近遵從 是哪一樣 這個屬於哪一樣 屬於信靠親近遵從 是嗎 不用怕的 大聲說出來 屬於信靠 屬於信靠 是嗎 因為我會逐個問你 讓你看到那些經文 好了 同神有密切關係的 希伯來書十一章五節 以諾因著信被接去 不至於見死 人也找不著他 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 只是他被接去以先 已經得了神 喜悅他的名證 好了 這裏呢 他就講到呢 以諾 他因為信 就被接去不至於見死 人也找不到他 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 這個是 這個世界上第一個被提的人 那是否有兩個 另外一個就是 以利亞 以利亞也是神將他接去的 然後聖經又講到 將來 耶穌回來的時候 聖經講到經文 是講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馬太二十四章 就講到 是萬俗都要哀哭 那些人很害怕的時候 然後呢 跟著呢 就是那些 所有信的人 就會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那有些人就說 災難前被提 其實那個經文呢 在那個經文 是講到耶穌回來 萬俗都要看他開胸 還有好像閃電 由東方去到西邊 這樣耶穌出現 耶穌突然出現的時候 那時候呢 就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取一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信靠而 親近遵從神的人呢 就被提 然後不信的呢 就在地上 然後他就分了兩批 就是兩批呢 這一批就是綿羊 一批山羊 另外呢 就是貼索尼加詞書四章 也都講到 被提也都講到 耶穌回來的時候 那些人的 好了 接著呢 他就恩若信被接去 他被接去之前 被接去之前 已經得了神 喜悅他的名證 即是 神已經喜悅他了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那這裏我就 解釋為密切的關係 那這裏就沒有講到 那其實也有講到信的 是吧 恩若信 所以耶穌有做到什麼呢 第一 三由 信靠親近遵從他做哪裏呢 信靠 他有信靠 是吧 他有沒有親近神呢 有 那麽長的時間 他與神同行三百年 這裏沒有 我經文沒有寫到 在另外一個經文講裏 以樂與神同行三百年 那就是說 他有親近了 他有沒有遵從呢 有 其實都有 信靠親近遵從 他三日都有做的 然後呢 感謝和歡呼述說神的作為 詩編107篇22節 願他們以感謝為祭 獻給他 歡呼述說他的作為 那這裏講到呢 又是獻一個祭物 一個祭物 為什麼祭物呢 就是感謝為祭 一個感謝作為祭物 和歡呼述說神的作為 好了 那我想問大家 這個是屬於哪個範圍呢 感謝為祭 獻給他 這個是什麼作為 屬於信靠親近遵從 哪一樣呢 主要 主要是哪一樣呢 信靠親近遵從 信靠 當他感謝為祭 即是感謝神 感謝神屬於哪個範圍呢 最主要 當你感謝神 感謝天父 感謝神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這屬於什麼範圍呢 親近嘛 親近神的時候 你會感謝神 但是當然 你感謝為祭 都有信靠 都有遵從 不過呢 最主要呢 這個是一個 獻上給神的祭物 感謝神 歡呼述說 他的作為 是什麼呢 信靠親近遵從 歡呼述說 講出神的作為 這個屬於遵從 即是你 做神所吩咐你的事 去全揚神的恩典 這些禮物 都是神歡喜的 當我們獻上這個感謝 能夠述說神的作為的時候 好了 跟著 將身的獻上 進入神喜悅的旨意 羅話書十二章一到二節 所以弟兄們 我以神的慈悲倦你們 將身的獻上 當作活祭是聖結的 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是奉乃是你所當然的 非要效法者的世界 只要心意更生而變化 叫你們測驗 何為神的善良順存 可喜悅的旨意 這個經文就是 保羅就鼓勵那些基督徒 他說 我用神的慈悲 勸你們 將你的身體獻上 當作活著的祭物 因為以前 舊約那些祭物 一要獻上 就 殺死了 殺死 就是一個祭物已經死了 但我們就 獻上 但就不死的 繼續生存下去的 這個就是一個活祭了 而這個活祭呢 就是聖結的 是 是 是無罪的 因為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是一件神所喜悅的事來的 是 在神的眼中看為聖結的 是神所歡喜的 我們這樣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然後呢 就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不要跟這個世界 不要學這個世界 不要學這個世界 要看電視啊 看電視啊 看電視不是 即我們不是說 不要看電視 而是說 不要讓看電視成為我們生命的習慣 不要成為我們回家 我今晚最想就是看那部電視 即是時時地想著我看哪一部電視 這樣的時候呢 就變成 他的心就會在世界上 因為這些 電視的節目 很多電影的節目 裡面都包含很多的 不好的意識 他 基本上呢 其實就算那些告白呢 告白很多時候吸引人 是什麼呢 色情 享受 都是用這些錢 用這些來吸引人的 那就是 我們不要跟這個世界的方式 而是心意更生而變化了 裡面的改變了 就叫我們能夠察驗神 這個很善良的 是良善的 是美好的 是順存的 是完美的 是可喜悅的 是神喜悅 和我們喜悅的旨言 好了我想問 這裡是屬於哪個範圍呢 信靠親近遵從 屬於哪個範圍 為主啊 將心理獻上 我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生而變化 主要講到行動上 是不是 就是遵從 這裡講到遵從 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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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呢 將心理獻上 當成活者是神喜悅的 然後 下面呢 就是說 進入這個神的善良順存 可喜悅的旨言 那就是說 原來我們將心理獻上 神是很歡喜的 其實你想一下 你地上的爸爸 假設 他為你預備好了 你假設你爸爸是一個皇帝 如果你爸爸是一個皇帝 他會可能 很多事情跟你預備好了 你需要 讀什麼書啊 怎樣教育啊 你前路是怎樣 他有很多的預備 人總有一些缺憾 就算你爸爸是皇帝 就算他有時候為你預備 他未必是你最想 但是天父為我們預備 是最想的 神有預備一個最好的 最好的計劃 那麼我們想到 如果皇帝給我們一個計劃 我們都會歡喜 何況神的計劃 並且能夠成就 你會不會歡喜啊 哇 神有一個很好的計劃給我 所以我希望大家想到 神計劃 歡喜的 譬如像我這樣 我是神啊 其實我自己來說 我見到你們 我又羨慕你們 如果我好像你們這麼年輕 就好了 我就有這麼多時間 不過呢 我又想有現在的智慧 又想有你們的年輕 這兩個不行 因為是用時間 親印神 被神改變 然後有這些智慧 我很感謝神 因為 很多這些 最後我想和人分享的這些真理 都是在我六十過後的時候 領受的 不過呢 神呢 都是很有幽默感的 神呢 有時候被人 不一定要等到他年輕的時候 其實摩西都是等到他八十歲的時候 他才叫他大意識人出埃及 神給我這些禮物 那我想到前面的路 我就想到一個很好的計劃 就是越來越好 神啊你幫我 帶領我 叫我不要爛了神的計劃 叫我不要懶惰 不要疏遠神 不要在任何事情上不遵從神 和找到神最完美的計劃 和能夠靈靜 讓我能夠聆聽到神的聲音 帶領我 能夠進入這個最完美計劃 你想想我入到這個完美計劃 我想你也想 葉牧師能夠 哇 越來越被提升 那你又會不會想一下你呢 你不要只想葉牧師 你自己神的計劃會怎樣呢 神會不會給你一個好的計劃 因為神給你一個是 完全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 神會不會這樣計劃呢 這個呢 這個呢 雖然四星有講到五千 一千兩銀子 即是每人因此不同 不過神會不會給你的計劃呢 很慘淡的 很淒涼的 很苦的 沒有出路的 會不會這樣給你呢 其實神不會這樣給你 但有些人說 我生命的確是困難的 那我們也想回 很多困難是我們自己帶來的 是我們沒有處理好生命的 如果我們從小時候 開始完全跟從神 我們是可以行一個 即是由起初就行一個神 更最美好的計劃 那你說 遲了 現在我以前沒有信靠神 做錯一些事 以至現在有些後果 但是呢 不重要 你現在開始 你看神啊 我今天開始 我今天開始 不要讓我負面思想控制我 我今天開始 不要讓煩惱控制我 我今天開始呢 原意 任何事都做在神的身上 就算我看不到那一刻 我繼續去做的時候 我親近他 每一次 感謝耶穌 神都會歡喜 這其實是一個好的方法 我每一次 多謝耶穌 我愛你 神就會歡喜 其實很簡單 你一邊走 多謝耶穌 你一方面可以告訴自己 神現在很歡喜 多謝主 你現在很歡喜 那你可以picture 神就在那裡很興奮 神其實給我這個聖 在我信主的時候 我已經有這種的 這種的聖 就是 我要清楚神是真 當我清楚神是真 我信得很投入 在我初信耶穌的時候 其實我小時候 我爸爸就教我打沙包 就是沙包練 打拳 那我就 在我搭電梯的時候 我都在那裡 打拳 那有一天 我忽然間這樣想 我說 神見到我搭電梯 沒有人的時候 就在那裡打拳 神會在那裡笑 真的很有趣 這個人搭電梯 都會打拳 那我自己會想到 神想得很討厭 我想回的時候 原來神給我這個性格 是當我一知道有神 我會很認真去看祂 另一會思想祂的作為 所以有這個神給我的教導 從神的角度看萬物 就是說 我一切的困難 其實神已經知道了 我就會看到神 因為聖經說了 我們未求以先 祂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的心裡面就會說 我未求之前 神已經看到過困難 祂已經看到過 祂已經有個計劃 預備定 將來怎樣幫我們 譬如 在彼得反應耶穌之前 神已經為祈禱 並且堅固祂的信心 讓祂將來 回頭之後 可以堅固祂的弟兄 即是神已經計劃了 所以當我一信耶穌 和我一路進步 在神裡面 經歷到聖靈更多的時候 我就說 神其實原來一早有計劃 而且在我以前 我進入錄德會裡面 就學到這個分辨律法的福音 所以我今天時事強調恩典 恩典推動我們 然後遵從律法 這個是給我很大的安慰 很釋放 就是這個釋放 怎樣釋放呢 我做任何事情 神都喜歡你 這個信念 很多人都沒有 很多人都說 哎呀 我未夠好 哎呀 我不夠聽話 我祈禱不夠多 我祈禱不夠尊心 我祈禱想了其他事情 總是想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你用神的角度看 我就算不夠尊心 神啊 你幫我 神都會歡喜 神都會笑的 不是笑你那種笑 是很開心地笑 是不是輕鬆很多 就是我任何的事情 願意做在耶穌身上 耶穌都會歡喜 所以當我們想到這個 最完美的計劃的時候 你就說 神啊 你有個最完美的計劃 雖然我現在是有苦 其實我經歷聖年之後 我經歷聖年是1998年 起初的時候 曾經我和人一起去宣教 我已經發覺聖年的運作很強 以及為人祈禱 很多人經歷聖年 我已經很想馬上全面性地去發揮 但是神沒有給我的 神給我有十年的時間 是真的經過磨練的 處理所有人對我說的負面說話 和困難的情況 是多次的考驗 但是這十年是對我很重要 由這十年過之後 後來神就開始給我很多好的教導 是這幾年的時間 神就給我很多的教導 我很感謝神 我很感謝神 神使用這些困難去磨練我 堅固我 並給我很多的意念 所以我希望當中我們有受苦 你不要說 哎呀 慘了 我做人 如果我是你便好 我告訴你 你經歷過我的困難 你也不容易受 真的 我曾經多次想耶穌快回來 為什麼呢 那時候我覺得很困難 我曾經多次是很困難的情況 但是我堅持 神是好用跟從耶穌 而我逐漸逐漸發覺 進入神這個原理計劃 你想不想 你覺得你可不可以呢 難不難呢 是不是難過登天呢 你今天開始 天天一見到什麼 那就是神 是不是難過登天呢 天天有什麼改善 多謝耶穌在改善我 幫我 難不難呢 有什麼困難 既然神都幫我 一些處理到這些困難 將來就會處理其他的困難 行不行 其實是不是難過坐地呢 你有試過 彎身擦地 有沒有試過 彎身擦廁所擦地 有沒有試過 彎身擦廁所擦地 有沒有試過 是不是很辛苦 腰骨很辛苦 對不對 我想問你 信靠神 感謝神難一點 還是擦地辛苦 誰說難一點 擦地辛苦 擦地辛苦 其實你開始 天天都感謝神 你堅持 神 我有什麼可以做 我就願意為你做 就是這麼簡單 就算這個人不好 我依然對他好 依然祝福他 你就開始進入神完美計劃 其實神的如美計劃 你不是第一步 立即去宣教 你第一步處理好你的生命 一日活在神的愛中 你開始影響你周圍的人 這個已經是你第一步 是神在我們生命中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的計劃 你想不想 神的計劃是最好的最好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不要將世慕前身 以神的事為念 我看後書二章四節 凡在君中當兵的 不將世慕前身 好叫那朝他當兵的人喜悦 怎樣得神的喜悦呢 就是不要將世慕前身 叫他當兵的人是誰 他是軍中當兵的 其實保羅是用世界上的人當兵 就要令到招他當兵的人歡喜 但他應用在我們身上 就是我們令到招我們去侍奉神 打這個爭戰的人就是神 令他喜悦 這裏講到不要將世慕前身 和剛剛謝師傅的經文有什麼關聯 哪有經文有關聯 剛剛講完 不要 不要 效法這個世界 效法這個世界就是什麼 世慕前身 世慕前身 不能夠令到我們得神的喜悦 但是當我們願意 不要將世慕前身 那這樣我們都要做事 不過就是說 你不要讓那些東西押絕你 不要讓那些東西 令到你那個人沒有力量 以及不是追求這個世界上的東西 基督徒追不追求呢 可以追求 不過追求的目的是不同的 在新加坡有一個教會 他有這個心意 那個心意是什麼呢 他鼓勵那些基督徒 進入這個社會裡面 不同的影響力的職業 即是不同的行業 包括在政府裡面 影響當地的政府 能夠更加走在神的路上 即是他的教會的目的 不僅是我們傳呼音 是這幫人 在社會裡面有一種影響力的 我希望大家都會有這種心 我們都追求世界上的事 但是追求的時候 譬如在你的公司工作 你都追求影響你的公司 譬如你在公司裡面 找到一些人願意一起祈禱 這幫人一起為你的公司祈禱 來改變你的公司的氣氛 這就是 雖然在世界上 但是不讓世界前身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的 還有行善和奉獻 都是神所喜悅的 希伯來書十三章十六節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 因為這用的祭是神所喜悅的 是神所喜歡的 就是行善和捐輸的事 很多人對於奉獻 就覺得是一種很慘的事 但是當我看回 真的我自己看回 我的生命 當我一信主 我立即開始就奉獻 而當我一做工 開始就十一奉獻 的時候 我就發覺神真的為我開路 神為我開很多的路 很多的路 是 是 真的對我以後都很大影響 其中一次 有人曾經邀請我去遠東福音公司去試音 其實他們就想我錄聖經 廣播 那一次那個人就跟我說 他聽完我的聲音 他就跟我說怎樣改善 他一次而已 但是一次 以後我講話 就更加留意咬字了 譬如你聽我說話 我多數 有時都會 音量很糟 但是你發覺有些人說話 音量很糟 但是這一次 就影響我以後 有一次有個人來我們團契 教我們怎樣查經 這一次就改變了我 就是說 神就把好的東西給我 很多不同的東西給我 我有機會去讀書 去學很多不同的東西 學琴 我也是 即是一次的機會 有人跟我說 那時候我負責一個團契 沒有人彈琴 他就跟我說 牧師啊 在那個地方有個琴 當時很便宜 你去買 你試一下 可以彈 即是我的心 當時他就說 左手彈一個音 就可以彈和言 然後右手彈一個主音 那我 因為我懂得口琴 這也是個小時候的音典 我小時候 我看到我爸爸出口琴 我就說 你可以教我出口琴 接著我後來 就在黃仁口琴隊 我就是 口琴隊的隊員 以後我聽到音樂 我一聽到什麼 然後就 dore me so so 那 so mi re do 立刻唱出那個 so far name 出來 接著我去到那個琴簿 我那個琴行 我就彈了 彈一個 一隻手指 這個一隻手指 彈了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和言 我道 這個彈道 不過我彈和言 這個re 就彈那個re 總之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開始 但是後來就有機會 我就找人教 這些都是神將不同的音典給我 我就發覺神將很多的音典給我 他給我 是遠超過我付出的 其中一次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我當時在屈臣市 那時候屈臣市 不是這個屈臣市 屈臣市汽水廠 大家有沒有喝過屈臣市汽水 我當時托汽水 大盆的 二十四 看先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瓶 大盆可以托兩盆一個肩 小盆可以托三盆 而最挑戰是哪 去龜貝灣 龜貝灣是有不知幾個級樓梯 要一下 一口氣落底 然後一口氣拿回空樽上來 就是我在這個情況之下工作 但是有一兩個禮拜我沒有做工 一樣收到支票 因為他們沒有留意看那個時間 神就感動我 我就拿回去給他 我說呢 那一個禮拜 這兩個禮拜我沒有上班 我就給他 我說 因為我信耶穌 所以我拿回資料給你 也有時候人家找錢給我找多 我就給他 這些都是 在我生命裡面 很願意為神作見證的地方 神就喜悅了 我希望大家知道我們這樣奉獻 是神作喜悅的 我們任何的事付出為神而做的 是神作喜悅的 我們中間有人 每個禮拜為大家 服侍祈禱 是神作喜悅的 是神紀念你們所有為主所做的 神是紀念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說 我將來都想 我將來都去這樣服侍主 你有這個心 你慢慢將一些不重要的便會放下 有機會你幫助人的時候 神都是永遠紀念的 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不要想著奉獻 那些錢就沒有了 還有我感謝神 賜給我須用的一切 所以我在這裡 我就沒有收到人工 這個是神給我的恩典 是我樂意的 所以大家的奉獻 其實主要是我們所有的運作 需要和我們宣教的 都是用在需要的人身上的 我希望大家都有 甘心樂意的心去奉獻 然後就講到 按著正義分解真理的道 《提摩太后書》二章十五節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 作無愧的工人 按著正義分解真理的道 那這裡呢 在神面前蒙喜悅 怎麼蒙喜悅呢 就是作無愧的工人 是沒有羞愧的 你走上神的路 按著正義正確的方法 來分解解釋真理的道 這個聖經的真理 按著正義分解 希望大家看聖經的時候 不要有一個先決的條件 有一個先前的觀念 來解釋聖經 正義有一次我偶然間去旅行的時候 遇到一個基督徒 我見到兩個基督徒在那裡聊天 關於耶穌 我就跟他們聊天 我就告訴我牧師 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 可能後書裡說到 你們語不信的 語不相配 不要同父的 對 他說這裏是否不是說到 基督徒不要和非基督徒結婚 我說這裏是說到 不要和非基督徒結婚的 他就說 如果這件事這麼重要 神應該在經文說清楚 而他沒有說清楚 即是說不是說到婚姻的 但其實跟著我就告訴他 我說這裏 光明和黑暗不能相交 這個說到整個生命不能和他相交 難道不包括基督徒結婚嗎 其實從舊月開始 他們說不要和外邦人混雜 都是說到不要和他結婚的 所以其實聖經說到 不要和他混雜 都最主要是說到結婚的 但這個人他有一個觀念 他再在旅程 再見到我 他沒有再跟我聊天 即是他見到我 但他避開我 因為他不想面對這個真理 我希望大家 你見到真理的時候 你要認真 因為不是你怎麼解釋 是神怎麼解釋 你怎麼解釋 你怎麼解釋無用的 我按照我的意思解釋 神 我不是這樣按照這樣的解釋 所以我們要按照神的方法解釋 然後解釋給別人聽 而最後一件事 就是無論做什麼 都一邊想著令神起業 即我做什麼都是 當你做家務的時候 一邊吸塵 一邊吸塵 一邊感謝神 一邊想著是令神歡喜的 你幫助人的時候 為人討告 輔導人的時候 一邊想著 我去做神起業的事 你一邊讀經的時候 神是歡喜的 就算你不讀得多 就算你讀很少 你讀的時候 你說神的壞語 我歡喜的 這樣的時候 神也是喜歡的 總之你一邊想著 神歡喜我這樣做 我試控神的時候 神又歡喜的 即是做什麼事 譬如現在你坐在那裡 你不要就這樣坐在那裡 神歡喜我 在那裡聽到的 神歡喜我用我心領受 怎樣令到神起業 今天講到這個令神起業的生命 你覺得難不難 信靠神難不難 我相信神是祝福我的 我信靠祂是愛我的 祂有很好的計劃 親人神難不難呢 主耶穌我依靠祂 祂是我的力量 感謝耶穌 一邊感謝神的事 一邊說神歡喜我的 然後遵從 任何一件事遵從 你不要看色情的片 或者不要生氣人 是不是這麼難呢 如果我們的心裡面 被影響就會難 但是你說 其實祂比我慘 你心裡面 你不是就祂 其實祂需要連率 祂比我更加可憐 其實我比祂更加好 在眼前好像比較慘 譬如耶穌在祂被審判的時候 好像比其他人 但其實祂是得性的 那些基督徒受迫伯 都好像比其他人 但祂是得性的 所以我們不要用外面的眼光 現在這樣想著 當你受迫伯的時候 你的心裡面說 神現在歡喜我 能夠持續信靠祂 祂歡喜我的 我受迫伯都不放棄主 神歡喜的 我受迫伯都不放棄主 神歡喜的 我們一起說 我受迫伯的時候 仍然依靠主 神歡喜的 我被人傷害的時候 我依然以善性惡 是神歡喜的 我希望大家經常都想著 神是歡喜我 這樣任何一件事做的 而討神喜悅是不難的 任何的好事神都歡喜的 馬太十章四十二節 就求神赦滅我們 越得到神的喜 就越蒙福了 這幅圖很漂亮 穿著婚紗 聖經講到 你便告訴神 神啊我很多遠遠 有很多困難 你幫我 神一定幫我們 我一直在黑人眼 在神面前說 神啊你真是容易討好的 神啊討好你不難的 只要我們走你的路 我們悔改 真心悔改 我們倚靠你 我們就有力量 我們跟從你的路 就有力量 我們走你的路 就有力量 神啊你真好啊 神你是一位容易跟從的神 主啊你是一位容易跟從的神 我們願意放下我們的自我 不要被世務前身 讓我們放下世務 放下這個世界上 壓抑我們的東西 放下這些困難 雖然這些困難都在影響我們 神啊 我靠著耶穌 我一步一步脫離的影響 我靠著耶穌可以脫離的影響 可以靠著耶穌得勝有餘的 哈利路亞神啊 靠著耶穌 我們可以得勝有餘 我們有力量的 我們可以靠耶穌呢 是凡事得你的喜悅 我們可以靠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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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你不靠耶穌 你不靠耶穌 現在是凡事得到的 在感受這段 之外 在感受到的